其他都不要刻意的去追求 然後心性的提升是您的答案 謝謝 謝謝賀博士 謝謝林博士 謝謝賀博士 我們接下來非常榮幸 我們邀請到國內 東凰文化的代表人 以前有一位叫張大謙 現在請到的 陳瓊華 陳老師 他是中華敦煌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敦煌舞的創編人 今天請他來 他有教師團要給我們表演 給我們示範元氣舞 那就是所謂敦煌舞的精華的部分 那麼我們先請陳老師給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賀博士 各位專家學者 今天有很多各地的專家學者 來這邊大家聚會一趟 我覺得非常開心 還有現場的觀眾 很高興跟你們見面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 比較不同於學術界的 因為是我從東凰石窟研究了 東凰壁畫裡面的 幾乎可以說很重要的舞蹈的部分 我去了七次東凰 然後去了三次印度 那這是一切都是為了 把東凰壁畫的石窟裡面的 有關舞蹈的部分去研究出來 然後呢 我有一個舞團 東凰古典舞集 我就教我舞團的舞者表演這個 每一個石窟重要的舞蹈 我們都演過了 那麼後來從東凰舞蹈 又研發了東凰能量舞 其實能量舞跟東凰是有關係 那麼現在我因為時間很寶貴 我只能精簡地講重點的部分 那以後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 能夠分享很開心 謝謝 請各位翻到三十九頁 就是這本我們今天的手冊 好 我要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能量舞呢 它有兩個基本重要的元素 元素的結合 就是敦煌壁畫舞姿的元素 那另外第二個 它是那個 就是我們的能量舞 宇宙能量的符號 那宇宙能量符號就是以這個 太極圖 太極的那個原理去 截錄出來 找到它的能量的符號 那這個能量符號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就繼續來說 那敦煌舞姿元素呢 它基本的舞姿是S型的 所以S型 從S型去研究到 敦煌舞姿裡面 其實還分了很多 除了S以外 我在九年的中間陸續發現了 有S X Z Y 這個很有趣的 這是在不斷的修煉中間 慢慢發掘出來的 好 那麼為什麼會從敦煌舞蹈 去變成了能量舞的一個研發 是有一個機緣 那個李思成教授 擔任國科會氣功研究小組 他們有為一些 就是有學氣功的人 做了腦波的測試 那我有這個機緣呢 去做了腦波測試 但是當時是跳敦煌舞的 你們可以看到 我是坐著 那我跳的是牽手牽眼 因為放了一些電線 我沒辦法移動 所以說 就把牽手牽眼的五隻眼睛閉起來 進入一個在我跳舞的狀態 那想不到 你們可以看到 它是兩個不同的時候測試的 那經過兩次測試 結果都是一樣 就是說 我自己也非常意外 居然是達到入定態 就是腦波是達到入定態 但是其實我在動的 所以李教授就一直說 不可思議 我說為什麼 教授你一直說 不可思議 他說 因為我在眼睛一閉起來 開始測試 我在跳動望的時候 腦波是瞬間入定 然後有腦波圖 我們來看一下 腦波圖 腦波圖有非常多 因為兩次的腦波圖幾乎有十幾張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就只能把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李思成教授給我的信說明 他就是說 這個腦波測試呢 就是經過了一個 可以看到 達到入定態 從腦波裡面 那麼他寫的很專業的 一些數字 我想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怕時間不夠 好 接下來呢 那當然我要開始 有了他的這個科學印證 我才發現 居然在跳動望的時候 腦波可以進入氣功狀態 而且達到入定態 那麼他一定是可以 把它變成一個氣功的狀態 那我就來編成養生的氣功 那麼養生的氣功 就結合了敦煌五支元素 就剛才講的那些英文字母 那麼再來我們把它融入太極 那我可以看到很多書上面就是說 在宇宙中間呈現的是一個八字形的 這個是科學的一個印證 他們在一年中間 在固定的地方拍出的日形月形的軌跡 都是呈現八字形 那這跟我們的工法 跟我研究工法的原理 是有用他這樣很有力的原理去編創的 那麼太極 我們可以看到太極 就是從圖像裡面來看 太極中間有一個S 當然實際上不是這樣 但是從我們的這個 從外表這個印象裡面 看到的是一個中間的S 所以我覺得他的S 跟敦煌的S是吻合的 那應該是香氣合的 所以就把敦煌的舞姿跟太極融合結合 那變成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 跟自己的修煉變成叫做一個氣功舞蹈的 這個養身工法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這個 怎麼樣去把它結合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圖裡面的S型的舞姿 然後當我的雙手是去畫一個畫太極的圖像 那太極的圖像有分S 有分上半圓下半圓左右半圓 然後他經過的一個從S連線變成八 這全部在工法裡面跟舞姿結合了 所以變成能量舞 那我們會說這個 剛剛那個就是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這個也是剛剛講過的 我們就不用再看了 因為等一下還要表記給大家看 這樣節省一點時間 那這些都是在我編創過程的理論 做了一些在論文上面的一個報告 好 再來 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來自宇宙的能量 那我們把能量符號融進去以後 融到舞姿裡面 從外觀看來 四象在跳舞 那事實上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心靈 小宇宙跟大宇宙 因為達到同平共振 平虎共振以後 是可以接收宇宙的能量 好 那講到這個能量的符號 我想跟大家 大家用圖像 這個只能用 因為它其實是動態的 所以我可以從第三眼去看到 它其實在舞動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光體 這時候我如果畫S 就是S的光體 我畫大圓太極的圓 就可以看到流動的光體 但是我們要記錄它 就是說要去跟大家解釋說 什麼樣是能量的符號 就只能用一個 印象的這個部分 所以印象功能 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工坊裡面 有這麼多圖 就是有S 有八 有橫的 也有直的八 然後下半圓 左右半圓 還有小的太極 還有大的太極 全部在每一次的工坊裡面 全部都有了 那剛才那個是屬於初級的 我們的初級的能量 叫禪月五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等一下 是我們的中級工法 叫元氣 元氣它呈現出來的呢 它是複數的 就是不是單一的太極的符號 當作變成Stable的 就是有交叉式的 有這個變體的 有斜的 還有在同一式裡面有大小 大太極小太極 然後雙八 雙圓 這就是在元氣能量五的 這個武師工法裡面 就呈現到出現這樣複數的 那所以說 它呈現複數的這樣的一個 能量符號呢 表示當你跳到元氣五 你接受的能量會比 初階的產業五更多 那怎麼樣可以感覺到能量呢 我們往下 好 在元氣五裡面呢 我找到一個最重要的 能量的符號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螺旋狀的 螺旋狀 我們知道在很多相關的 這個雜誌或者文章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能量 旋轉的能量是有 具有修復細胞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在元氣它對我們 人體的細胞的修復 有非常好的療癒的效果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自然療癒我覺得 這是非常有這個 吻合性 好 那有哪些效果 效果非常多 就是每個人身體的狀況不同 那它產生的療癒效果 是不同的 那當然我們要透過 比較嚴重的疾病 當然要透過這個醫學 醫療的治療的部分 那通常我們都知道 醫療的部分救急 但是你身上受損的細胞 其實在醫療之後 還需要修復其 所以練這樣的工法 剛好就是修復 在醫療之後的修復 或者是沒有發病以前的 自我的這個 就是等於治療了 所以說自然的醫學 跟這個真正的醫學 是可以結合的 相輔相成就好得很快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歸類為三大功能 第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 修復細胞自我療癒 再來呢 練能量武 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當你練完的時候 或者在練的過程 你會產生愉悅的感覺 那愉悅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 我們促進腦內分泌的 分泌一個 腦內飛 其實每個人都有腦內飛 其實每個人都有腦內飛 但是透過練功法 你就會產生腦內內浪 讓自己 如果譬如說是 憂鬱的人 心情不好 情緒低落 當你在練這功法的時候 慢慢會達到一個 這樣的自我療癒效果 同時 剛才我聽到 剛剛的教授 在賀教授 他提到一個 就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 可以 他講得非常多 剛剛覺得好認同 他講的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除了這樣一個以外呢 還有一個細胞 就是細胞的更新 就是練了之後 一段時間可能要兩三年了 就是你慢慢會變得 比較年輕一點 對了 回到剛剛那個 就是我們可以 轉化負面的能量 轉為正面的能量 就是剛剛賀教授 在提的時候 我覺得這跟我的工法很接近 因為我們 每個人身體 負面能量非常多 尤其是 整個環境 整個大自然 一切都是負面的多於正面 所以我們如何 要每天去轉化 把這個能量轉化成正面的 那就是 接收宇宙的正能量 然後來描有自己 所以 細胞更新 炎花老化 青春年齡 等一下 我們有機會表演以後呢 各位有問題 也可以接受你們 詢問我的年齡 看看有沒有效 好 接下來 那麼在這個 我除了研究東華舞蹈 是我的專業 但是 後來 跟大家結緣的 反而是 這個 養生的部分 所以我寫了三本書 第一本書就是 經絡養生操 就是古代醫療體操 讓我們的筋骨 活絡 然後骨骼柔軟之後 我們再來練功法 練功法就是 元氣舞 不是 禪樂舞 就是第一本的 能量舞 就是初階的 好 接下來 有 好 再下一個 元氣 這個是第三本書 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表演 讓大家分享的元氣舞蹈 這是氣功跟舞蹈結合的 一個比較代表性的 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剛才的論文發表 在錄這本書裡面 就是它的能量符號 做一個跟大家一起結緣的 分享的 那我想 時間有限 那我就 講的不如跳給你們看 好嗎 我希望呢 我希望 我們這些是已經 跟我一段時間 他們已經是 我們 經過考試認證的老師 全是已經在教學的老師 跟我一起來表演給大家看 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 要跳這個能量舞的 就是元氣 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看舞蹈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舞姿很美 就一直看舞蹈 我希望你可以 從舞蹈中間透析出 其實在每一次裡面 全部都有能量的符號 就是我剛給大家看能量的符號 希望你們能看到能量的符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